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的话呢 我拿的那个奖项不是什么金奖啊 什么蓝紧板套奖什么最佳男主持人 这种奖我都没拿 我当时拿的是那个关注最喜欢主持人奖 对 就是可能大家在投票的时候 可能我这种风格是相对比较受大家喜欢的这种 所以你现在是另辟蹊径嘛 幸亏你没走主持人这条道路 要不然让我们无路可走也好 但是当时就是对于我来讲啊 就是说我不是一个学波云广播以主持的 但是我对这个行业其实是很感兴趣的 你是对这个行业的同学感兴趣 女同学感兴趣还是对这个行业感兴趣 对这个行业感兴趣 我就是对这女同学感兴趣 我看那个比赛就行了嘛 我干嘛要去参加那个比赛 不然可以更接近他们了 不是的 就那个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 就其实我是很想做主持人的 然后的话 其实当时在我们学校 因为郑州大学也算恒南省最好的学校 那当然 然后的话就是 当时如果说在我们郑州大学主持人比赛 如果说你能获得一些比较好的名次和奖项的话 其实是有机会进到我们学校的广播站 然后的话郑州大毕竟是恒南省最好的学校 然后他就有机会去进入像郑州电视台 然后恒南电视台 包括像那个郑广 这个恒南广播电视台等等 这都有可能的 其实当时我是参加这个比赛是这个目的 但是因为各种干扰的原因 我就没有当上主持人 其实我特别想 替这个看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问一下 你说这个学主持人的 他不一定干主持人 那当然 那不学主持人的 他又可能很想干主持人 对吧 那我就想问一下 您是怎么进入这个行业了 你看张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其实特别对 就你会发现 主持这个行业 他的真正的职业 这个教育背景是各种各样 对 有很多优秀的主持人 包括我们的同事 其实他完全不是真正的 播音主持课班出身的 对对对对 比如说像白岩松老师学新闻的 当然这还算相关 还算相关 我还有一个 我们频道还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足球解说员 大家非常喜欢的贺伟老师 贺伟老师 你知道贺伟学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 贺伟是来自武汉的海军工程大学 他是学 他学工科的吗 他是海军工程大学毕业的 那你像贺伟老师这种 他的就是他的这种背景 就是这个专业背景 他是怎么能够到央视来去 贺伟老师成长经历比较特殊 那还是一个 电视台发展相对比较多元化的年代 我这么说吧 就是贺伟老师最早 他完全是凭借自己对足球的爱好和兴趣 他去做实习生的时候 其实是按照编辑的身份进去的 最早就是我看一些当年大量的录像带 贺伟老师整理这个大量的录像带 这个袋库里边大量的足球比赛的录像带 然后做场计 你知道什么叫场计吗 就是看这个比赛 我计哪 哪个 哪个计球精彩 对吧 就是我们24分50秒 对 AC米兰进球 对 十大什么的 对吧 35分20秒 谁吃了黄牌 是吧 就这种的 把这个比赛计 其实 你会感觉这是一个很枯燥的工作 对对对 真的 你就看大量录像最后都崩溃了 对对 贺伟老师最早干这个的 啊 后来就是因为看了大量的录像带 然后自己对足球比赛我非常的喜欢 当真正出现机会的时候 领导说哎 你这个对这个有兴趣 你去配配音吧 嗯 拿这个那个片段 你先去配配音试试看 我们少一个 这个片段当中少一个配音 你去试试这个声音 这么慢慢的就一步一步走到这条道路上 所以这个是属于典型叫外打正着 对对对 我还比较幸运 我算是科班出神 因为我毕竟是广学院 也就现在这个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 对 主持啊 而且呢 我更有意思就是我可能和大多数年轻人的 这种职业规划的路径的方式不太一样 嗯 就我属于是先有这个体育主持人的梦想 嗯 再去考这个学校 啊 等于说我瞄着打的 但现在还打中了 你先当于你当天就是上高中的时候 在报考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有这样的目标和方向了 哎 我属于叫指哪打哪 嗯 现在更多人是打哪指哪 对对对对对 这就我是运气比较好 就是我有这个方向 有这样的一个目标 最后成功了 你看我我当天上 因为我特别喜欢看球 你要知道当年像 像我们80后天下足球这个节目 包括像周一的天下足球 周四的足球之一 没错 是吧 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我们喜欢足球的人真的必看 所以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是职业上挺幸运的一个事情 我跟你讲了 我是上大学之前现有这个目标 我就想做体育节目的这个主持人 因为当时觉得自己踢球没希望了 那怎么办呢 我怎么能接近这个行业呢 哎 又爱说话 从小老贝老师点名就上课说话 对 所以我说哎那你去做个主持人吧 再加上我家里边其实有一些家庭背景 就是我父母都是广电行业 等于是我这个是广电子弟 对 那么当时说哎就去做一个体育主持人作为自己的目标 那全国最好的院校就是叫中传现在叫就是广院 所以那个时候再加上我英语很好 那个时候你有这个机会 那我说去考考英语波音吧 那就英语波音和这个传统的波音主持人都考了 然后最后呢去上了这个英语波音 然后我职业当中又有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 就是我毕业那年是05年本科毕业 这事暴露年龄啊 这事先逼逼啊 我05年这个本科毕业的时候呢 赶上正好是北京奥运会又来了 对 我01年大学毕业我印象特别深 我01年大学毕业那个暑假在家里看着 7月13号的时候宣布北京办2008年的奥运会 所以那个时候新潮澎湃啊 你这感觉这梦想实现离自己更近了一步 又到北京上大学 当时当然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兴奋和激动 你可能会有机会 当时是很模糊的一种概念 觉得很兴奋 你和北京这个城市联系在一起和未来的奥运会 你至少能去看奥运会觉得 但当时真的想不到08年的时候会坐在奥运会的主播台上 那个时候是不敢想的 你就说到这个我就特别想问就是你第一次你坐在主播台上 包括你像你坐在奥运会那个主播台上 你第一次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感受 第一次和第一次在奥运会主播台上是两个概念 第一次坐在主播台上 其实挺糗的 当时特别糗 是一个射击的世界锦标赛的赛前的演播室 当时应该类似于是第多少届世界射击锦标赛 之前你去了解过射击这样的运动吗 或者比赛什么 因为这个射击其实相对来说规则比较简单 对对对这个你虽然对就是你也很清楚的看出环数是怎么样的比赛规则也特别一目了然 然后这个比赛的过程你也很清楚 所以这个比赛相对从解说难度上来说是不大的 那当时安排我解说这个比赛要出镜 所以第一次真正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 听频道的这个演播室ctv5去出镜 当时的第一句话 世界射击锦标赛 这一段话我叨了三遍没叨队 啊是直播吗 直播直播 我们全是直播 我的天呐 扣全没啊 当时还不扣钱 这当时还是环境比较困绕 所以我跟你说第一次职业经历都挺糗的 就是类似于说世界锦标射击赛就类似于这不对啊 然后射击锦标试锦赛又不对 世界射击锦标最后才说得好糗的 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 你看当时你现在觉得现在回过头来看 我也觉得当时你怎么会那么蠢呢 但是职业经历的第一次很多人都其实不平顺 其实我也是 我第一次去做这种讲座的时候 我不知道当地的主办方怎么想的 他给我找了一个特别大的礼堂 你知道吗 1800人的礼堂 然后的话居然还分楼上和楼下 我站在那个大礼堂上 你也感觉开演唱会一样是吧 但是没有演唱会那么多人 他一共就26个人 1800人礼堂坐26个人 1800人去了26个人 你当那种感觉就是你站在一个礼堂 然后面对一个大礼堂 然后1800的座位只坐了26个人 然后这24个人就分布在很散落 对了就是这两个 然后你在台上 这怎么办 然后的话再加上第一次 你看你有的时候出镜 你可能出镜就那么两三分钟 然后的话就直接揭露比赛镜头了 我是全成 你得说好长时间 我是全成出镜的 然后的话你要有一个半小时的演讲 然后我第一次在做演讲的时候 我还特别傻的就是坐着讲 我现在几乎就是在我整个从业职业成长当中 除了第一次以外的话 还有一次是我在桂林 我生病生的非常严重 就上吐下泄的 站不动 就是暂时站不动的 然后的话我就大家对不起 我这人从来都是站着两壳的 我这次没办法 我只能坐着讲 然后的话除了这两次以外 我就再也没有坐着讲过 我就觉得就是做讲做做演讲 你的气场完全不一样 对你的气场完全不一样 就是你可能你站起来以后你会更有自信 对吧 你觉得你掌控的面更大 然后你坐着讲的时候 你就觉得施展不开那种感觉 你知道吧 然后这想想也挺难受的 然后这是第一次 我第二次比第一次还难受 我到第二次讲做的时候 然后讲着讲着 突然有一个学生就举起来 举手跟我说 老师我有个问题 我说你有什么问题 你说他老师你能接着有用的吗 就是我讲了前半个小时 他的话就是告诉我说 你前半个小时讲的都是没有用的 然后的话你这个内容是不过关的 即使你自己可能会觉得很嗨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个演讲 你首先要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 对吧 就是你包括说你看你在做解说也是一样的 对吧 那天你看你解说米兰得比的时候 我再给你发微信 是 我打着歪着 是吧 但是你可能你不能那么打着歪着是吧 所以说的话有些时候 真的我们第一次就是任何行业我觉得 你那个时候是讲考研吗 对 然后的话就是我觉得任何职业 你在做第一次的时候真的听 内心都是忐忑的 很难受很难受 真是真的是 好那我们感谢邵老师 跟我们在本期节目分享的这么多 他自己的今天这么快就聊完了一期 哈哈哈 我们本期节目的就是这样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avec certitude solida 这我也知道 我也能赶上您的大脑 我还知道他 我也是我连他都知道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银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